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天下父母心 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旗袍点上 我也是在这样父母刻意栽培和高度期待下长大的 但是对我影响最深远的 是妈妈带我去参加女童军 童军凡事准备 日行一扇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历练 让我的生命多了更多的色彩 童军除了给我快乐的童年外 也给我多元均衡的发展 超越一般世俗对女性的既定印象 谁说女生就该要稳稳弱弱的 我也可以经过不让须眉 怎么了 她刚刚参演的时候 那个右手撞到 手撞到 很痛吗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谢谢 我们在后面帮她打一个平结 先把她受伤的手部定起来 童军的精神还有那个价值 真的深深可以印到我们的那个生活态度里面 其实童军真的是影响我很多 比如说我们去野外露营啊 然后就要训练 吃苦耐劳 要背五公斤的东西 锅碗瓢盆都背在身上 然后不怕脏 然后哪里随地地上都可以睡觉 那我觉得 像我后来出国念书或是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都可以吃苦耐劳 还有就是日行一圣 还有人生以福为目的 凭我的真诚 我愿对上苍和我的国家尽我的本分 我愿随时帮助他人 我愿遵守女童军规律 对 妈咪用心良苦地让我参加童军 在童军的生活中 让我变得活泼开朗 在团里学习和伙伴合作 勇于表现 争取团队荣耀 这都是妈妈利用童军教我的事 妈咪 三代之间 以孝道 智慧 爱来参加 我们常说职业没有贵贱 行行出状元 那么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个行业 可是非常的特别 他们常常在工作完毕 熏得全身的乌黑 工作完后回家 还要联系两次澡 才洗得干净 这么辛苦的工作 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做了 他们吃别人不肯吃得苦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说只为了要传承国粹 我们来看看他们家 自末幸福的故事 隐身在三重狭窄的巷弄里 有一间不起眼的小店面 十多坪的空间里 终日飘散着浓浓的黑墨味 空气中也弥漫着像烟炭般的 乌黑烟尘 屋内正使劲地揉着墨团的 是全台湾唯一仅存的 国宝黑手 智墨大师 陈嘉德老先生 陈老先生在这乌黑的小空间 揉墨智墨 同样的动作他已经做了快要一甲子了 因为现在全台湾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在做墨了 如果他不做了 台湾文房四宝中的一宝 墨就没有了 基于保存国粹的使命 再苦他都要撑下去 陈嘉德原是嘉义人 国小毕业后独自上台北找工作 因缘际会地跟随福州籍的智墨师傅 学智墨 在那个在家听父母的话 出外听老板的话的年代 他每天都让墨熏得全身乌黑 依然坚持学艺的决心 不以为苦 智墨其实是一门辛苦的行业 工序繁杂 原料调配辛苦外 更是一场看酷热的奋战 在他揉墨团的桌台下方 一年四季必须烧着一盆炭火 让墨团因为高温而保持Q软的弹性 每一个墨团都需手劲用力揉 每个小细节都必须非常讲究 才能做出好墨 数十年的坚持 让他赢得许多书法家的肯定 也荣获了第十届全球中华文艺新传奖的殊荣 和许多传统产业的命运一样 智墨行业也有过荣景 但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 陈嘉德也从制作学生墨改作松烟墨 智墨的黑手人生虽然辛苦 但是陈嘉德坚持传承国粹的使命感 却也影响了他的子弟 而儿子陈俊天决定回家接棒 他说 智墨时脸上的黑 代表他是智墨大师的儿子 这代表的是骁傲 陈嘉德说 没有赚大钱没关系 有饭吃就可以 智墨是文化传承 不能让台湾的文房四宝剩下三宝 现在有一个国华节的阿公 当然能够努力到现在 真的很了不起 墨是他们共同的话题 他们全家要一同守护 台湾仅存的智墨文化 他们家的墨方要继续飘出墨乡 我们非常高兴 欢迎嘉德阿公 还有俊天爸爸以及小士廷 祖孙三代来到我们三代之间 那首先我想要请教阿公 那么阿公是我们国宝籍 新传奖的得主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那么当时你是在什么样的音源 跨入这个智墨的行业呢 跨入这个智墨的行业呢 以前我没认为 没有认为投过注 投到国小比较 以前就是 人就是大部分就是學功夫 跟現在不一樣 我是嘉義就有 有一天我在嘉義火車站 就叫車上北來 來寫這個祝墨 我以前也是寫祝墨是 介紹手 主委介紹手 來介紹三零波 來三零波 做一個墨 介紹所有的 我就說好 他就帶我 帶我去工廠 做我的工廠 還有工廠進去也是看了 有十五位的福祖人 福祖人 對 福祖人在那裡做 所以都是老師父 對 都是老師父 那時候 我的老闆就欠一個 學徒 學徒 那學徒要做些什麼工作 學徒剛進去就是買東西 還是看兒子 還是打掃 所以開始是做跑腿的 對 做來抵抗 你已經習慣了 可以住在這裡 不會跑 進去就要一眼 就開始說這個墨的問題 給我就到了 請問阿公 你剛剛講到說很辛苦 那你這麼辛苦 有沒有想過說不要做換一個老闆 沒有這樣想 真的嗎 因為 大概我跟我們的進去 跟老闆 還是老闆娘 剛才有緣分 有緣分 有緣分 老闆娘說 以後你們老闆 一個工夫全部都需要給你 游到你台灣 好好寫以後 你出來 當師傅的時候 還是你要自己創造的時候 就是全台灣會 那就這樣給我 所以非常不錯 全台灣會 生意是很好做的 那我想請問阿公 就是說你到了第二年開始 老闆再開始補工夫給你學 那這個整個的工夫 花了多少年的時間學會 他進去有 老闆有說你要 到三年塑膏的道 才是塑膏 這是塑膏 這是塑膏 所以照顧來 照顧來 以前是這樣規定 你三年四季的膏 你就是塑膏 你剛才做就是賺塑膏錢 所以三年四季的薪水也不一樣了 很高興 很高興 高興又不得了 當小孩又高興不得了 當小孩又高興不得了 老闆跟老闆那時候 就是這樣鼓勵我 我才學起來 那你學了多久 就準備想說自己出來創業 以前就是我有想過當兵回來 才有辦法當老闆 到二十八歲 我就出來自己創造 那段時候我就回家鄉 請好多人 就開始有蘇德國 請蘇德國來 所以你也準備了很多年 但是我覺得滿感動的就是說 你還特別回到你的家鄉 對 然後把家鄉的人一起帶來台北 一起來打拼 對 那個不簡單 所以爸爸真的是善心人士 今天 對 以前南部很多期待 對 常常我爸在換錢 他在幹什麼 他牽著我一人一百 我說現在一人一百 那時候錢很大 一人一百 他真的很好 他就教我們 你看到這個就要給他 就算他給你騙你也給他 所以爸爸很厲害 補師就是 對 他會 因為我從小就奇怪 你怎麼去拿我那個人 說不懂 你不懂 大人知道 算你行善的一種 那麼我想請問阿公 就是說我以前小時候 寫毛筆字 我記得我小學要磨磨 沒力啊 全部都用磨汁取代磨條 那麼工廠有沒有 就是碰到危機 那怎麼辦 我下去做生意是非常好 但是磨水也是會影響 也是會影響 但是因為老室以前在教學 心講磨磨 就是自己很好的教育 对 磨磨自己的耐性 磨磨 磨磨就是磨心 磨磨 你心会轻 头脑会轻 你不去欧白想 想要做社会 这有什么事情 所以磨磨 老师说我 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就是这样 你越磨 越爱磨 心越强 所以磨磨磨 他的教育 对我们的心理上很好 有一个很好的教育 那我想要问一下俊天 那你从小看到爸爸这样 创业白手起家 你的自己的感想 感想 从小是很讨厌回家 很讨厌你的家 为什么 因为黑 每天那么黑 活小 每天回来都要做工 那你末条要装盒子 要装 每天都装到十一二点 功课也没写 每天就被老师打 所以我就很讨厌 老师 你怎么都不写功课 我没有加个忙 我不知道 打了十几天 他不相信来看 但是有一点好处 你以后不用写 总是不用写功课 你以后不空再写 就变成这样子 他小时候不懂 所以都很讨厌 每天我就先玩玩再回家 有时候我爸说 你叫同学来 来帮忙装盒子 我给他零用钱 我那时候五块十块很大 同学都说 今天今天 你假今天有没有要做 我要去 每天都抢得要去 但是我的感想是 我就是很讨厌 就很讨厌 很讨厌 因为你去学校有个味道 就讨厌 跟人家不一样 我就不喜欢 小时候是不喜欢 不喜欢 但是我想要请教你 就是说虽然不喜欢又讨厌 但是你看爸爸讲到墨 那个眼睛都会发亮 那你有没有看到爸爸 他为什么 虽然做墨这么的辛苦 但是爸爸为什么 这么乐在其中呢 因为他就是希望说 他做的东西 他希望人家肯定 因为有时候我会跟他聊 你像他很多人来 很多大官贵人来 他就很开心 收到人家肯定 他就是很开心你 你越感觉到越开心 他天生就是好像出来做吧 破了很多一些传统的一些记录 是 就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你看像我们现在做的松烟膜 会想 也是他研究出来 几千年的历史 他有一个古法宅 就是司船 他就把它研究出来 太棒了 就是有他的可俗性 是 是 那么阿公就是说 你对你的工作这么的热爱 那么你有没有想说 你希望俊天一定要接你的工作 小时候我也有想过 我也想过以后 做到退休为主 不要给儿子做 以前就有这样想过 是不是因为太辛苦 不敢买孩子做 对 因为我辛苦几十年 你儿子都拉来做 这个是不行的 太辛苦 以前有这样说 到现在又变了 又变了 我儿子的时候 他有想要来接这个行 我是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那么俊天 那我们聊聊爸爸的心境 因为这就是爸爸矛盾的地方 就是很辛苦 舍不得孩子做 但是毕竟在这个末的世界里面 爸爸得到最高的 我们讲说 现在爸爸是国宝籍的 在你来看 你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 从讨厌不喜欢 变成可以接受 那么现在也发愿 然后可以来传承 爸爸这项的记忆 刚好92年那一年 我就帮他报信玛奖 是你帮爸爸报名的 我帮他报 那一天我是在看电视 突然他在广告 我就帮他报 他又很麻烦 因为这个要政府摊会推荐 然后跑去找市长 突然到了那一天十月份 突然打电话说他得奖 上头办会吓一跳 所以阿公 这叫做天注定 天注定 天注定 就是说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信玛奖 但是你看到了 你帮爸爸报 所以是不是因为 这样子的好的姻缘 所以爸爸得奖了 爸爸得到全国的肯定 然后可能也激花了 今天他觉得说 这是无上的光荣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 对你在你在抉择人生的路上 你有一番的决定 我抉择是 其实我 他得奖到这一阵子 都在帮忙的时候 我是不排斥 只是说你会遇到一些 不管肯定你的人 官员 大方个人教授 什么 他一直叫你说 你一定要学 不学你对不起国家 不学你对不起国家 一直讲 讲到我 我有点害怕 那时候真的是觉得 怎么一个工作 怎么会牵扯到这些事情 然后又看我爸这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下去学真的是 我才知道说 我怎么这么辛苦 调配原料 全身都是黑的 像黑人一样 我洗澡都要洗两次 然后眼睛会像烟熏妆一样 一个礼拜 因为你脱不掉 出去人家都一直看我 很怪 又累 在揉摸的过程 又有火炉 每天要在那边热 像冬天有时候都穿短袖在做 还是在流汗 很累 很辛苦 听说这个手工墨是要像 这个什么揉面团这样揉 揉面团 真的吗 像揉面团就是揉 它又越大条 你出的力道又越大 就越大 累 一条墨要完成 就要一个多月 你每天要去看它 像照顾小孩子那样 天气变化又不一定 今天很热 突然晚上变凉 它会马上架 那就很怪 有时候还拿回来吹冷气 每个环节都要注意 所以你会去体会到说 辛苦但是受到人家肯定 有它的价值 价值 对 价值 那么小士婷 你才五年级对不对 对 那你有没有帮过家里做墨呢 做会些什么事 就排墨条 爸爸小时候说很讨厌不喜欢 那你现在呢 其实一开始也是不太喜欢 就想说很黑 爸爸是一样的理由 一样的理由 现在想说 因为要继续传承 那你知道什么叫传承吗 可能比较高的那一代啊 就老了 要退休 就换下一代 来继续传承下去 让它不会 那个行业不会被熄灭 那你对你自己期望怎么样 可能就是尽可能做得跟阿公一样好 所以我们家的大友墨庄呢 就是从阿公到爸爸 到传到你的时候呢 我相信那个墨呢 是会越来越像越来越好 那么俊天 这个儿子已经准备要传承了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武功秘籍 想要特别来栽培他呢 其实我的想法跟我爸一样 还是不太希望他来真的幸福 因为我有时候看我爸这样子 像最近有人来做一些特别 定特别 我还没学到那边 就变成他做 我会看着舍不得 因为年纪那么大 舍不得 所以你现在是 你现在叫做终生代 你舍不得爸爸辛苦 你也舍不得孩子来学习 对 那么小士婷 这很辛苦耶 你不怕苦吗 要辛苦才会有代价 要辛苦才会有代价 那你觉得现在想跟爸爸学习什么 做人处事的态度 你觉得爸爸做人处事的态度怎么样 他就是很 就会很体贴 那你有没有体贴妈妈 也有 听说 听说你们家的男人都很会煮饭 阿公 所以这个是你的好的衣餐 来谈谈好不好 你这么不可以 做到乡丑都黑妈妈 对 你哪有时间要去进厨房 有幸福 有幸福 有幸福喔 你也想我做一个小孩 好像人很疲劳 说对吧 去厨房煮一些菜 好 感觉好像很舒服 有点感觉 我煮得很好 那天阿公我到你家去吃饭 吃饭 一定很好吃 今天我想请教你 就是爸爸对你们的教育 这么开明 那么是不是这些开明的 这样子的父子相处 是不是你现在爷爷拿来跟小士廷相处 对 像我从小也没被打过 真的喔 你从小没被打过 有的时候觉得 人家没人去教肯定 都用功 对 但是他不怕他都用功 他才会给你打 爸爸用功 从来也没有大声骂我 像我对我儿子教授 我就跟我爸一样 你煮不煮不煮不煮 要做人的道理 那小士廷 那么我想请问你 爸爸最重要的就是做人的道理 那么你觉得做人的道理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好的态度 好的态度 那么怎么样可以表现 一个十岁的小孩好的态度 就是尽可能去多帮他们 多读好书 完整他们对你的期望 他很乖 像我跟我爸两个妈 我几乎没有再给他做功课 他考试都考着自己看 回来就九九十一百 他就是我这很高兴的很欣慰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所以再一次见证的 鸡胜之家 必有余庆 头脑又好 我们说在台北的三明波里面 小巷子里面有一个传统的记忆 那么我们知道 它有墨香还有饭菜香 两种的香味 那就是最好的天伦之乐 谢谢阿公 谢谢俊天还有谢谢小视频 谢谢你们 我们下周再相见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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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